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仔 歡迎回來堅仔跟進馬節目時間 繼續和大家前瞻 回顧 追蹤 跟進馬的表現 今次因為出賽的跟進馬都比較多 事不宜遲 立即和大家看看星期日 沙田日賽 波仔有什麼跟進馬上陣 我們回到堅仔賽馬的界面 第二場 今次的標題馬 就是爆的好拍檔 潘頓賀然 這對當然是合作無間的 騎連 剛剛對上的日賽 都憑著這隻熊熊 就能取得到貴內 這對騎連的第二場勝利 這兩匹馬有什麼關聯呢 如果大家有看暑假波仔的 暑期教室 也有說到 賀賢都蠻喜歡一些馬 上完重化後回來 就有表現 大家都可以翻查熊熊 和剛剛那天跑的勝利才智 在操練上有什麼不同 而這隻好拍檔 大家可以看到神速紀錄 後面有一點紅色 特別提示你 就是上完今次賽前 他曾經上過重化 特別提示你 這筆馬在7月的時間 都已經上去重化裡 開始度步游泳 做一些慢功夫 起步了 接著的功夫 你會看到 每週兩貨 一路的功夫 那個功夫 那個編排都很齊整 回到香港 更加一路拍跳 賣門古科試集 也是試得好 馬上帶大家看看 這組可能是強組集 因為裡面 誠心所願 浪漫勇士 大家開心 全部都有表現 而好拍檔 排著十檔起步 恐地色衫 白臂娘 又是看起步 一起步的時間 你看到這隻藍帽子 白臂娘的好拍檔 幾個戰步 應該是說 第一個戰步 都彈出來 起碼 去完重化回來 之後 作戰情緒 是不錯 而 朗士末段的時間 在大我當 的藍帽子 這隻好拍檔 都越撲越近 證明 剛才說的 裡面的幾隻馬 都是陣上交到表現 起碼 這一組的水準 追上來 都可以確認 所以這隻好拍檔 今場 在避戰 還有 縮來1200 我覺得 對手會減弱一點 還有 這場 橙色馬尾 紅中獅馬尾 有型 夜夜奇達風箏等等 都有一些前速 如果有一個正常編發的步速 有些新鮮感的 好拍檔 不要留在太厚 有權打開勝利之門 上季尾 那場 谷草1650 就當是抹掉 沿途走三碟開外 所以 這隻好拍檔 今次我覺得是有機會增勝的 第三場 這隻三個大樓寶區 上次波仔都有推介 如果拿到第三 都要給勤工獎 巴道 因為他跟田塔 一樣 由頭側到尾 這隻馬 今次跑完 開了氣 沒有了新鮮感 上回來千四 我覺得是對的 而大樓寶區 以往 都是 頭一局特別好 跟著 都可以打一搭上名 這一場 五班千四 馬不算特別強 尤其是尾 所以大樓寶區 都很久沒贏過馬 看看有沒有機會 交代 贏一場 接著到 第四場 三尼頭關 有五匹的跟進馬 對人非天劍 較早前 已經上季 已經剔除了 但是 留住 警示 自己曾經選過 跟進馬 新的 今季選下來的 就是福朵 對行之城 和天空之城 福朵有千二不跑 蘇惟炎第二場 亦沒有馬上陣 今次上來 當然要考驗一下 上一次模擬 他21秒96 1月87 全場沒斷最快 就是全日交討最好的沒斷 不過 現在是時候看那場059 圓形動力 順耳寶 摩下兩怪獸 騎兵 騰龍區 再出 全部都一般 這已經是一個因素 再要上來千四 都是有一個考驗 不會看得太高 對人之星 馬防 真的運氣 或者手風 不太順 但上次這匹 對人之星 初出來算 真的跑得不錯 而蘇寶羅 第二季 曼筆即第一季 讓他慢慢成長 第二季才來了 希望這對人之星 可以承接到那個進度 因為上季已經跑千四 追上那些 士必飛飛翡 翡翠鳳凰 今季有表現 翡翠鳳凰 三班都OK 潘頓繼續肯跑 希望盡快開齋 如果因為開齋而偏熱的話 要更加留意另一隻 預計波姐都會選這隻 A3冷眼精選 希望他冷一點 就是這隻的12位天洞之城 他起碼多了一場 兩場千四經驗 而且023是強組 上一場 他算幾虧位之下 追上來 當然他賺了一些補足 但旁邊的浪漫組合再出都OK 這次的內檔 相比主要實力馬 他可以跟前些少 只有一隻金鼓雷鳴 說在法馬飛翔會放這場 預計天洞之城會有個好位 都有一個可以爭的機會 還有呂健威和何則堯 雖然近期好像合作少了 但我覺得 他們有時候是換下手風 大家都有馬贏 而且都要控制著騎電合作比例 即百分率 我算一算過 都大約有四成多 如果太多馬 都比賽 後來爆了錶 金春六十日 分分鐘不能跑 這就開玩笑 當然不會 所以合作得 可能都有一定的機會 大家參與一下吧 來到第二節 馬上快說一下 昨天波仔的跟進碼 在谷草裡面的表現如何 到了第二場 錄造爆發 除了AIRPOD 沒有了耳塞之後 馬上跑得不錯 昨天第二場 段速都非常快 炮谷有些部速 有些氣量 就跑了上來 炮谷應該要上回四班 陸續爆發 還有五班 希望他的情緒 一場比一場 好 蝕了火之後 昨天這隻的陸續爆發 都算是前置馬 其中一隻 跑得不錯 另一隻就是愛蕭瑤 上季一直都跟進著他 這場 他是三格馬 沿途擺在最前 回來都拋掉了一群五班馬 這隻泥地都可以 谷草更加 已經在證明過 以往都上了名 看看會不會 在這個時間 適時反彈 22分 要救忙 都應該是時候 第三場 多多歡笑 多姿多才 兩隻跟進碼 賽前都沒有特別的問題 佳因就是這場 預計都有馬 頂下他 結果排八檔 多多歡笑 要排十桶的多姿多才 全部都是早段在外碟 和走 放不到頭 這些賽職都可以抹掉 亦相對和大家說 昨晚谷草10月20號的賽事 都是貼難前置的馬 比較好 有得追 但早段要省位 走外碟的馬 都是比較吃虧 去到第九場的時間 上次的標題 提及到四隻強中強 應該會控制大局 結果 步速方面偏快 頭三段快到一秒一線 去到尾場的時間 當然超方說 昨天何則要 先在跌半 然後慢慢篩出來 入到直路 就發力 適合他跑 百姓榮區 其實都很聰明 快跟後 回來都是輸四分三身位 有機會保重 是不見了一隻 幸福友善 沿途已跌快跟後 回來斷了 看回賽後報告 都沒有說到有健康問題 只不過騎斯也解釋 可能在升級後 步速適應 有些未能適應 所以輸得比較遠 或者 稍後時間 自造步速 控制得好的時間 有機會再拿回一些好的成績 再返回這三匹 即是前三名的馬匹 相信都可以在谷草1650 拿到成績 發光發熱 下次應該是學馬力所在 三隻都拋掉了 來到第三隻的時間 當然要找新的跟障馬 我們回到堅仔 賽馬的介面 第四場 四班千二位 贏的是浪漫勇士 賽田波仔沒有選到他 都要認真是厲害 嘉欣 北半球馬 初出十二檔 有些速度 但神科中跳下去 還未算是十足 當然是熱門 拼他不行 結果走著三碟都贏 立即帶大家看片 浪漫勇士 另一匹的銅主馬 走著在哪裏 走著在前面 第三排第三碟 裸裸的色衣 白帽的 浪漫走入坐衣 到彎位的時間 雖然這兩場 最初兩段 段速不是太快 但他自己 最後的目段 開得不錯 二一匹 這麼少經驗 初跑谷草 還要走著三碟 雖然有馬遮擋 但後面的銘記之心 中複者 不是說未贏過 不會跑的馬 但他也要扔過馬位 來贏 其實都是相當之厲害 所以這隻 浪漫勇士 雖然下次再出都很熱 但我覺得都可以再下一城 因為這場馬贏過馬位 最多加7-8分 應該都可以在同班上 再上陣 可以這樣計 好了 在馬名中 後面再做一個提醒 段速方面 雖然是慢步速 少少收益 但這個要綠色 還有一件事 自身不斷都非常快 慢時間內 開快的NAS 應該整體賽事水準都不頑 另外 應該評分 現在當然 還是有點茅炮 但都應該是有些水平 而在昨晚來說 這批頭馬都算是出色 開番出賽提醒 下次出賽的時間提醒你之餘 還可以看看沈澤成 究竟有沒有什麼變倍器 這次變倍器 和有什麼合作出擊 想看另一批的跟進馬 就是第7場 412米的賽事 下次會不會撞浪漫勇士 未知 不過如果單價這場的表現 這批4號的幸運旅程 都算是跑得不錯 馬上看看片 好了 我們看到這隻幸運旅程 就排著六檔起步 一步的時間 中間 這隻紅紅帝母 紫衫 紅袖 這批就是幸運旅程 你見到 潘明輝 不斷都按下他 但這隻馬一落 他都比較慢 現在在尾三位置 雖然他都試過谷襲 但在上季6月的時間 可能都未好適應 上次這批馬 跟前 賺了一個慢步速 回到來 就輸得比較遠 或是完生一場之後 會有進步 但這次 早段不快 反而留後 就有些不同的東西 看看 這場馬 放在前面的 你知我勝 放得出來之後 第二段 都耗得比較慢 而這場馬 第一段快 第二段慢 再不斷拉得快 其實 就不算是一個 特別好追的段速 所以贏了一隻 有心有盈 都沿途貼籃 省了 現在看看 扔出大外檔 這隻的幸運旅程 四疊五疊轉彎 昨天 上一場都說過 昨天的賽事 後追馬 不太容易 扔出去洩彎位 都不會更加會洩 回到來的時間 潘梅菲一路抽 左邊 都越破越近 前面那些 都是馬神老運 但是會贏 被拉近了 收集的距離 可以這樣計 我們回到 看看這一批 幸運旅程 分段時間 贏馬 有心有盈 最後兩段 都做45秒31 但沿途是一步不洩 省了腳情 1.9倍 而幸運旅程 最後兩段 第二段 開回一個15秒93 最後一段時間 兜完大外檔 拿完平衡 就立即撲上來 其實他做45秒57 如果計算 腳情 我覺得 表現 絕不差於 這隻有心有形的頭馬 這隻 雖然 上不了名 但有心想 配合 超方華 還未知 但至少知道這匹馬 派了一場的進步 很大 神火 還可以靚仔 還是扎仔腳 還未算話 所以這隻 幸運旅程 值得可以跟進 又要做一個跟進 這場馬 斷速 前編快 後編快 其實比較難追 都算是快捕速的 受惠者 斷速上面 而且 他昨天第一次 跑谷草 我覺得表現都算是好 相信 評分也有上升空間 記得 開出賽提醒 儲存回 就知道這隻馬 是下了重要筆記的 好 三節的節目 跟大家聊到這裏 今集可能長了少少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為 出賽馬又比較多 跟進的事情 都想跟大家聊多些 希望大家都喜歡 如果喜歡這條短片 不妨在下方 手指中給個like 還未訂閱我們 堅仔賽馬APP的YouTube頻道 有下角有個紅色訂閱 按下家裡的小鈴鐺 有新片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觸 我們堅仔香港賽馬APP 這個程式 如果可以的話 你可以免費 堅仔賽馬APP 連10吋的高清平板 只賣2488 隨機還要包含網貼 和保護套 真是很便宜 堅仔賽馬APP 有齊分析 賽職 即時賠率等等的資料 報紙有的 我們當然全部都有 就連報紙沒有的 我們都有賣的 例如 堅料備給 雜錢大戶鬼鼠飛 人工智能走位堂 以及即場當旺騎鏈表等等 比起你看開那份馬布 肯定有多無少 加上我們的專業馬評家團隊 堅仔五虎 每場賽事 分析他們的獨特見解 實行每個賽日 都幫你賺到笑 不止這樣 就連你回到內地出差 堅仔都隨時用得到 只要你一打開APP 所有資料即時更新 那就不用到處去撲報紙了 其實除了跑馬 這部機還有很多用途 用來看電影也可以 看電影也可以 打電影也可以 打電影也可以 整個套餐包了這麼多 才賣二四八百 除了開 每個賽日都是二十多元 你想想 其實你只是用平時買馬布的錢 再加多一點 那就多一部平板送給你了 還可以一次過享受了這麼多 這麼正的功能 是不是很划算 其實這部機本身也不便宜 只是我們用堅仔年費 倒貼給你 現在真的賣一部就虧一部 外面的平板 很遠的都超過千元 我們扣了堅仔的年費 這部機才600元 600元 一部全身十吋平板 這個價錢你去到黃金 淘寶二手都買不到 這個優惠不是時時都有 我們只限首批 最多一百名的用戶才能享受得到 今集的表演 還不快點打電話 預約上來買機 數量有限 遲了就沒有了 快點打電話 或者WhatsApp 5536-1016 和同事預留一部吧